一架架無人機帥氣進場 數量之多讓人眼花瀏亂 伊朗17號大動作舉辦年度閱兵 各式精良武器一字排開 大秀軍事肌肉 順帶慶祝成功報復以色列 但西方國家當然不會坐視不管 祭出制裁回擊 白宮18號發布聲明 對伊朗數人和多家實體祭出制裁 本次鎖定的目標 是無人機計畫的相關人緒 華府將聯手盟國 在經濟上加強施壓伊朗 火光畫過天際 這些就是伊朗最著名的 見證者無人機 它的引擎製造商等相關人員 也被西方列入本次制裁重點 就是要重挫伊朗的無人機實力 伊朗本次使用 見證者136無人機 對以色列採取報復攻擊 這款無人機配備活塞發動機 驅動兩頁螺旋槳 儘管時速只有180公里 但優點就是非常經濟 耗油少 再來造價最低只要2萬美元 折合台幣65萬元 因此可以大量生產 堪稱CP值最高的軍用無人機之一 分析指出 見證者136主要任務之一 就是破壞敵人的防禦系統 替彈道飛彈和其他武器打頭陣 俄烏戰場上也能多次看見他的身影 如今英美出重拳制裁伊朗 就是希望能遏制住 德黑蘭當局的報復野心 三立新聞一流報導 在這裏面上也能遏制住 這裏面上也能遏制住